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神粗報料 這段影片就要跟大家講講 接下來星期日的賽事 一些神粗缺過課的馬 以及一些操練上做得好好的馬 另外一方面有三匹的跟進馬 就是會跑的 所以就要提醒大家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 之前我不是說過 在1月5日那一日 跑馬地 有一群馬是兜大彎蝕的位置 跑得好 所以我已經做了一個列表 每一次這群馬出賽 我會提醒大家 再說一次 1月5日菊草夜賽 有一群馬在轉彎時 兜大彎跑 很多馬這類型馬 再出是好成績 所以我會做一個列表給大家 當他們一出賽我便會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滿意我的分析 記得要點讚 讚好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 這個動作不要省水省力 在這裡也要感謝365tips.com的贊助 它在AI人工智能預測 準確程度達到八成 而且可以在7日之內 預測到40-60場足球賽事 他們運用了電腦的AI自我學習方法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 枉積數據變化戰術 運用基本實力和最新情報的不同因素 全部整合去預測結果 現在做優惠訂閱Best Tips的頭七日 只需要20元美金 大家記得把握機會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講講 頭場22000 立即有一個跟進馬 就是7號的路路繩 前一次已經說有跟進 拍了一場的3600 今次我可以做深水 詳細的分析 我已經在較早時間拍了賽日精選 大家可以自己看 第二場賽事 這場賽事是合一精神 屬於1月5日菊草野賽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都是我大彎虧位跑的馬 今次就再跑 這場我已經在賽日精選 做了一個詳細的分析 大家可以自己看這影片 第三場 這場是一級賽的1400米 就是跑 呂宏希紀念杯 夏威夷這些馬 真的不要用來 扔幾皮東西去買V 真的不要搞的 因為這些馬 它是絲過 因為它的體質不強 它是可以跑出一個很強的水準 但是這些馬 上季和前季都試過 駁完一場 隻馬的體力是頂不順的 然後一隻馬就散散的 變相就 兩個能力 兩個卡士這一場 沒有一隻馬是她的對手 沒有一隻馬是她的對手 只不過就是 這些馬 我怕它好像前季和上季一樣 前季 鬥了一隻美麗全城 鬥完之後 這隻馬 輸了大敗 上季 跑完旅行 在紀念杯 然後 輸了 又是散散的 所以這些馬 它不是一隻很穩健的馬 它跑出水準就是贏了 跑不出水準 跑不出水準可以賣也沒有 變相就不是一些 大大鑽買下去的馬 但是如果大家買竅 如果真的要投注這場的連贏位置竅 你一定要買它 就是因為它 它知道跑出水準 它就可以贏了 唯一怕是體力 我是想跟那些 如果你想幾皮東西 丟下去這匹馬的Winplay 的朋友 就是要想 那風險在哪 我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在上個月 金槍六十輸那場 扔了十萬元Win 死無全屍 大佬叫救命 所以只要小心 衡量風險 跑馬沒有必勝 千萬不要顧著一閘 玩玩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 帶著軍 你真的 遲早有一招出事 第四場 四班千二 這場 二號的長長勝 我覺得操練 做得不錯 這隻馬上一次輸 直到全程不要轉腳 還要靠去裡面的隻馬 因為潘頓是想靠去轉腳 但不能靠去 所以上一招加不到速 其實包括賽前 這隻馬 潘頓跑的試擇 他也是轉不到腳 這隻馬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他根本不合潘頓 他根本不合潘頓 因為你看回他在今季初 巴道跑這匹馬 他轉到腳 甚至乎這次賽前的試跑 我們可以看完他 先看二月八號這一課 是拍一隻起步的 庫列馬斯試的 很少試的 庫列馬斯 看到這隻馬在庫列馬斯試 轉到腳 然後上來加速 過那隻起步 是試得好的這一課 然後再看2月12號 這一課巴道試的 帶了羊毛面箍 隻馬轉不到腳 搞不定 加不到速 然後再看2月16號 田太剛試的這一課 沒有羊毛面箍隻馬 加速轉到腳 所以就很厲害 走得 所以其實這些馬 他根本不合潘頓 亦都要好考騎師的發揮 我記得他在前次 巴道跑 就是要步步側 側了一輪才轉到腳 田太安跑 又是類似的步步砌 側著這些馬的跑法 其實這騎法是適合他的 要大力砌下去 就適合田太安 所以既然在賽前試跑 特意找田太安去試試 而且試試可以轉到腳的話 這匹馬的變數是大 第五場 四班千四 這一場 這一場是2號的萬史之光 淡了消息 因為這隻馬在試完貨集 之後 2月8日試完貨集之後 這隻馬是停過一個星期游泳 停過游泳 所以就是埋門的功夫 有點瑕疵 我想最多 你拖回去做配腳 拖回去做配腳 會比較穩 我自己不會用來做打 這匹馬就提醒大家 缺貨不嚴重 只不過就是埋門 是出賽的日期 這就要大家小心 有一隻跟進馬 就是7號的健康馬 這一匹馬就是 上一次跑到第二 前一局 應該是大前仗 已經叫大家跟進 現在這隻馬就越跑越好 第七場 三班千二 這一場賽事 2號的五門齊 這一隻大熱門 其實是一隻 絕對是不值大熱門的熱門 4號贏過 5號贏過 12號贏過 你什麼都沒有贏過 你Q都跑過一次 你成為大熱門 你賽前這樣看 其實這一匹馬 不值這個賠率 真的不太划算 其實事實上 再加上他在這次賽前 一月尾 二月頭 那裡 又是試完貨集的一隻馬 就是停過游泳 停過游泳 停過游泳是11天的游泳 應該是10日 應該是 這些馬 我自己有少保留 在這一點就有少保留 所以我是有記錄的 這匹馬 最多都是拖去做配角算數 我覺得他 其實是一隻好馬 但內在的心智味很成熟 我不會買他的WIN 這匹馬 我只要看回大家 以戰得勝的 贏過了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一隻 滾贏的馬 第八場 得級賽2000米 這一場很簡單 金槍60我都說過 很簡單 他2000肯定不是最好的路程 只不過是跟他跑級數 他上季 就算跑香港金杯 他也是跟他跑級數 贏到那隻天滿2 那隻天滿2 是當時香港最好的2000米馬 割完之後 天滿2已經散了 已經退役了 所以我想說的 其實金槍60 2000 他不是跟他跑什麼路程 不是跟他跑什麼當位 不是跟他跑什麼發揮 而是跑隻馬本身的級數 就是這麼簡單 第九場 三班千六 這場賽事 我不明白這隻八是大熱門 這隻馬我覺得是 粗練怪怪的 我不會怎麼買 那隻一動日升 就是他位置會怎樣都有 我相信 位置整天有的馬 但是 上次我也是這樣說 叫大家不要買他的WIN 他133磅摘死他 這隻馬 很明顯揹著重磅 加速力 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這隻馬 又是金槍加了眼罩 看看幫到他多少 但是我想說的 就是 他不算是賺贏的馬 又是 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 這個磅摘死了 這隻馬 位置有的機會是在 10號的超勁勇士 這隻馬 我覺得這次賽前 這隻馬是做得很好的跑 上次是氣管有痰才跑得差 金槍縮回到1600跑 看看可不可以追到一段好 這些馬 就要看賀澤瑤的發揮 第10場 3班1400 一隻跟進馬 就是8號的進益線 這隻馬 就是前一隻叫大家跟進 上一隻馬 其實也跑得很好的 跑到第三 跑入一隻冷腳 看看這些馬 金槍可否再接再例 兩隻健康 這匹馬真的回穩了 好了 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明天多贏 順便在家裡也欣賞 一些很精彩的大賽 大家都要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這一點 明天賽馬結果 再跟大家聊